文章来源 签署这项名为SBC的法案 该法将从国外非法入境德州 视为刑事犯罪 允许德州执法人员逮捕涉嫌非法入境者 嫌犯一旦被拘留 要么接受法官命令离境 要么因非法入境的轻罪指控被起诉 但不愿离开的嫌犯 可能被依更重的指控再次逮捕 累犯者则触犯非法再入境罪 罪重可判20年徒刑 CNN报道 美墨边境移民激增 为当地联邦资源带来庞大压力 而阿伯特和拜登政府 对于德州遏制南部边境非法移民的措施存在分歧 德州共和党人认为 政府做得不够 去年8月以来 已将逾6万5千名移民送往美国各地 最近还在格兰河 Rio Grande岸边设置铁丝网 导致寻求庇护者受伤 持续挑战政府对移民问题的权威 阿伯特预估 新法上路后 非法进入德州的移民人数 将下降远超过百分之五十 可能是百分之七十五 非法入境的后果会非常极端 以至于那些被贩毒集团偷渡的人 不敢进入德州 他签署法案后不久 德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便宣布 将在法庭上 对SB4提出质疑 还有逾二十名国会民主党人联署 敦促司法部阻止法案生效 SB4干涉联邦政府 对移民和外交事务的专属权利 对德州人民是危险的 但共和党籍法案起草者 仍坚称法案符合宪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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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